他們講先可以講 當時師父老道的人來臺灣的時候 一貫到 半壁江山是新一族 求道交功德位到師父那邊去 何老前認識 所有的族縣家庭呢 都不到新一族的一半 他的姿勢就說你弟弟去哪裏 你弟弟是娃娃婦子 要相比 結果害得他的哥哥 善票是他 結果高老前認回到 到安中興的時候要去度阿重生的時候 回去要辦的時候 他的姿勢就指著 指著高老前認說 我恨我恨死你阿 我絕對不求一萬道 因為我爸爸是你害死的阿 你怎麼來都求道 三天華會散完 怎麼講都講不通 後來那個年來是沒有辦法 那時候那個高老前歸空了 結果他就換出高老前的 他那個那個什麼歸空的時候 他辦的那個華會 連總統很多人都親到 結果他的姿勢看到之後 就跪下來 他說 原來是 我要親口 我要求道 我要親口 我要修道 為什麼 因為原來 因為原來 我們高家出了大哭哨 我們高家出了一個聖人 我們整個一貫道在整個歷史當中 這個紅柳當中 或許請去跟大家聽 有人講說他就聽見 很多人說他喊得很好 就很了不起 師父歸空沒有多久 就有家屬師出現了 我看到 我看到